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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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書明書頻道 我們今天來講 詞筆怎麼搭配 書明是手上拿一個飛輪一個大盤 好那我們就是利用不同的詞筆在匹配 我今天就稍微說明一下 拿一些數據啊 給大家看一些歷史文物啊 還有告訴大家書明自己的選擇 譬如說我的車子怎麼配啊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 好我們來看 齒筆就是靠大齒盤跟飛輪 因為這些有東西用過 所以順便就帶個手套 跟我衣服還蠻配的 好我們這邊呢 歷史文物啊 這是Caminono的時速的飛輪 這個是1123 我只用過一次喔 根本踩不動 現在跟這個比起來 你看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有沒有大小差太多 好這個是1134跟1123 你看差多少 以前的人可能不能想像 我們現在公路車用這麼大 以前他們覺得登山車用的 好那這個呢 四顆都是時速 但它等級不太一樣 這應該是Centaur 比較低階的 因為看什麼 看它的第一個齒片 第二個中間的墊片 墊片是塑膠的 好這個也是 這個是12 30 那這個11跟12的飛輪蓋 還不一樣 然後這個是Colus Colus是 中間的墊片是金屬的 可是它的每一片都是鋼的 然後你只要是Rekker的 最高級的 它後面四片是鈦合金的 就會比較輕 以前這一顆飛輪 一萬多塊啊 一萬多塊 很貴啊 嚇死人 這顆飛輪才一千多塊 好這是時速 那這是11速 這個是Caminono 這是Shimaro 不同的品牌 第一個它的極輪座不一樣 第二個它的變速 沒有辦法挑釁到很完美 那這兩個是現在它比較常用 叫11 32跟11 34 個人比較喜歡用這一顆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些數據 我們等一下看數據 再做一些說明 好 那這個是大齒盤 這個也是有時速有11速 不過我們可以看一下 早期的Shimaro是五爪的 像這個是5339 那它的BCD 就是這幾個螺絲孔 的那個直徑 是130mm 然後這個是50 34 它的BCD就是110 所以這兩個磁片不能公用 那以前這種做法 當然有歷史背景演化下來 但是是有點笨的設計 那像進入11速時代 它就是改成四孔 但是這BCD都是110 所以你的區平可以不用更換 你可以只買修補磁片 那你就可以有很多種的匹配 譬如說 ZUMI的車上有 5236 三鐵車 然後這個是50 34 那你區平可以不用換 或是說你可以對調 都可以使用 這是一種 然後另外像這個是超輕盤 這個是ROTOR的 這是46 30 這是52 36 你看也是尺寸也是差很多 那它這個也是跳脫BCD 中間五爪的尺寸 它這個是一體式的 好 那這個是46 30 那像這些改裝品牌 我們說第三方供應者 他們很聰明 他們就會做10速11速通用 或是11速12速通用 它就會把規格做在兩個中間 那兩個都可以通用 所以未來 ZUMI可能會用這個磁盤去配 ZRAM的12速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一些飛輪的磁筆 這邊是11速 這個是12速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從8速9速10速 甚至更早6速7速 8速9速10速11速12速 為什麼 因為你的磁筆越來越綿密 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磁筆 第一個我們希望它輕可以很輕 然後快可以很快 就是踩到很重的時候 這個傳動筆 譬如說大磁盤對小飛輪 這個傳動筆可以很高 好那另外一個是磁筆要很綿密 這個其實磁筆綿密其實是很重要 有的時候你上一檔太重 推一檔太輕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說明 好那這是時速 這是XIMALO的 你看 11 25 12 25 那我們為什麼要用12 25 就是說可能你不需要這麼快 最小尺沒有那麼小 但是它中間多了一個18 對不對 所以它的磁筆是比較綿密 但是這個對現在人講都太重 好 蘇米以前用50 34 配11 25 我就還蠻喜歡 好但是那是 時速的飛輪 然後那顆飛輪 很好用 好但是現在踩不動 好那11 28 11 30 我們看喔 前面到這邊呢 都是蘇米畫線的位置 就是差一片是差一尺 這是比較綿密 像 蘇米講說我喜歡用這個 32的這個 剩餘34 雖然差兩尺 爬山比較輕 可是它平常很難用 你看尤其前面 前面都是差一片 就差兩尺 其實這個飛輪 平常是很難用的 大家假如上XIMALO的官網 看這顆叫做 登山用 輕尺筆 所以它拿來登山是很好用 你只要騎丘陵地形或是 騎變化不大的長距離挑戰 那其實這個飛輪很難用 所以 這個我是比較喜歡使用這個 11 32的飛輪 所以我的測試現在 目前上面是這樣配 好那我們來看12速 12速它 欸從11檔到10喔 這告訴我們 為什麼以前做到11 因為那個結論座的尺寸 是比較大的 所以它要檔到10 它要把結論座縮小 所以 十瑞很聰明啊 他 早期剛出來的時候 大概十來年 他都用XIMALO規格 寄生在XIMALO規格之下 他現在翅膀長硬了 他就弄他自己的規格 這個是一個非常高明的 一個策略 它才有辦法打破現有的框架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 所以為什麼它的東西都比較輕 所以你看它 10到33 但是它這個比例差距就是3.3倍 然後它前面也是很綿密啊 一直到15 這邊都是1束1尺 然後17這邊到21這邊是 這是1尺 這是2尺 然後這個是3尺 然後這是4尺 甚至到5尺耶 28到33 所以後面的變化是非常大 我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下那個飛了 好 這個是大家了解一下說 齒比的搭配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齒比寬廣 第二個 齒比綿密 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 段數越來越多 從8速 9速 10速 11速 12速 其實XIMALO已經有14速的專利了 只是說 未來可能他們還是會修改 好 那我們講說怎麼去搭配 第一個我們從 要騎得快的角度 大尺盤跟最小飛輪去配 所以我們說 目前 假如說你可以用4.6配10 4.6 這是不錯的 但是 當年 53配11 是最重的 所以我們剛才有一個 比如說5339配1123 這是選手規格 那它非常的重 可以騎得很快 然後它 齒比非常綿密 但是它只有一個缺點 爬山不夠輕 那以前的人會認為說 這個就是 選手的設定 真男人的設定 其實那個都是沒有效率的 你要去爬大山 其實你還是需要輕一點的齒比 那這些是一些搭配 大家可以看 所以 大尺盤假如是 越小的話 你的齒比就會越輕 舉個例子 46配11 只有4.18 我覺得這個是 頻度是不夠快 假如你用超輕盤 46 30 然後配11 32 或34 的飛輪 其實你頻度是不夠快 有時候輪車可能跟人家輪車 可能跟不上 所以這個是齒比是太輕 可是 它假如46配10呢 就突然間上升 比50配11還強 當然最強的是這個 但是這個缺點就是 齒比太重 好那我們來看 要輕 就是小齒盤 對最大飛輪 所以 假如說你用30配33 這個是12速 所以說我們上面這些配置 喔 其實沒有寫到30配34 30配34 可能更輕 可是那是11速的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書名現在的配置是這樣 這是11速 所以未來12速呢 我會想要用這樣配置 這是12速 好 所以是30配33 然後 46配10 所以 未來會這樣搭配 那怎麼配 好 那就要拿SREND 來給大家看 好 這顆飛輪 我們大家看到這個齒差非常大 有沒有 好 但是它最小飛的是10 這個是 未來可能會弄一台 Grabble或是Endurance的車 然後會配 油壓煞車 大齒盤 可是我不用它的大齒盤 因為小齒盤太大了 它這個是 46 33 46我們用很好啊 配10的話 其實還可以蠻重的 可是 33配33才1而已啊 所以我可能會換 換掉 這個比較小 所以未來我的車上 會這樣搭配 到時候我車子裝好 我會再拍一集給大家看 我的飛輪用 10到33 然後齒盤用 46 30 所以我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配置 所以我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配置 比現在的使用上齒差更大 好 我們來看 舒米這台車啊 這個大齒盤是4831 這個 SIMALO GRX系列的大盤 然後飛輪是 11 32 目前這個搭配還是蠻好使用的 平路啊 丘陵地形啊 爬坡 但是 我準備要裝一台 12速 油壓碟煞的車子 那應該會以Endurance 或者是Bravo 的車架為主 那 這個齒叉想要拉得更開一點 所以會用 ROTOR的46 30 混搭 這個 SRAM的 10到33的 12速飛輪 好 所以到時候呢 我們再拍一集節目給大家看 好 希望今天的節目大家會喜歡 也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舒米說頻道 謝謝 舒米今天要來當一個 這個留言終結者 買車要買大還是買小呢 你為什麼不買剛剛好咧